非常激动也非常兴奋 我想起一句话叫最熟悉的陌生人 应该也就是我们当下的状态 我们已经相识有两年 但是确实是在疫情环境下 我们见一面是如此的艰难 此次的相识 此次的见面 确实心情无比的激动 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同学 能够将网友转化为线下的一个老友 欢迎他们早日的到来 在其他上学院 国大的学风还是很正 学习压力确实很大 这个也是我原来所没有想到的 也就是我们在阔别本科校园之后 20年能够重回校园 也是最大的收获 不仅仅是同学之间的一个交流分享 经验的一个借鉴 更多的在一个知识领域 填补很多的空白 能够提高很多行业里 实践之外的理论的生活 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可以多多的来到新加坡 来到我们课堂上跟老师进行更多的 更深入的去互动与交流 在各位同学当中 本人也是普通的一员 承蒙大家台海做了一年多的班长 尽心尽力为同学们做好服务 做好学校与同学之间的沟通的桥梁 也希望能够不如使命 能够给班级带来一个全新的景象 能够让同学在这一年半的学习生活当中 能够学有所长 能够不需此行 首先是很激动了 已经等了这么久的时间 终于第一次来到了校园 最大的感受应该是来之不易 所以说也很珍惜这一次来到校园的机会吧 希望能多跟老师同学们多交流一下 能够感受一下校园 因为原来学校也还是很用心 每次在国内上也是老师飞到国内来跟我们上课 当然也是感受到了我们新国大 学术氛围很严谨 学风很正 相当于国内其他一些商学员的话 还是有它的一些特点 首先就是对包括国内 还有新加坡的这个公司的 这一块的一些法律法规啊 还有一些制度规定啊 有了一些比较深的一些了解吧 然后的话对于原来 我们可能对于公司章程 还有董事股东等等一些设置 一些它的这种架构的设定 我们原来可能不太不太注意 或者不太重视的 通过这门课的学习之后 我们觉得回去 我们应该要把这次学到的一些知识点吧 回去去审视一下我们在公司治理上面 是否还存在一些这样和那样的问题 进行一些优化和改善 也为我们如果将来有希望来新加坡来去发展 去开拓新的一些业务的时候 去设立公司的时候 也有了一些初步的一个了解 因为之所以早期选择新国大 也是因为它是一个东西方文化交融很好的 所以说在这里的话就是我们可以在一个体制不一样的一个国度去感受一些不一样的感觉 但是它又没有去吃掉我们像西方那样丢掉一些我们东方的一些东西 所以在这里面的话就是可以让我们感受到东西方文化交融所产生的一些化学反应 在这个里面的话我们可以更加客观和理性地去看待东方和西方 它们之间的差别和各自的优势 第一次来新加坡也是第一次来校园上课 其实感觉还是挺深刻的 首先我觉得是来新加坡上课确实的这个不易吧 因为我们29班确实是比较特殊的一届 从开课到现在有一年多了 第一次来确实对周边所有的人和事物都充满了新鲜感 然后也非常激动 尤其是第一次来校园的时候来拜访各位老师的时候 真的非常激动 然后也在校园里转一转 然后感受到国大整个校园的这个就一种莫名的亲切 主要是我那个上了第一次课那个公司治理的课 其实学习还是收获非常大的 就有点感觉前些年的这个创业啊 你像我这个从13年创业到现在 确实对公司治理方面做的确实不够好 所以也走了很多弯路 也吃了很多教训 吃了很多亏 但是呢 又有了相应的经验 通过这次课堂的学习呢 对以往的这个经验和一些这个教训呢 就有了一个系统性的梳理 首先更加让我能够重视这个公司的治理和可持续发展 在今后的这个企业的经营当中 我一定会把这个作为公司的一个长期需要管理的一个重要事宜 这样的我们才能保证这个合作的长远和持续性 希望之后能在新加坡能够设立包括这个一些业务中心啊 分公司啊 或者你像我是计划在海外的中心要放到咱们新加坡 通过新加坡这样一个自由贸易港 在全球它的地位也越来越明显 通过它呢 也能够进入这个欧美市场 这样的话我作为全球的这样一个管理中心 希望国内的同学们能够有机会有时间的话 一定要来新加坡上课哦 来到我们国大校园 来到我们的商学院 从开始到现在我们一直每次上课 哪怕在国内都非常期盼的早日能够回到新加坡的校园里面来现场的上课 那么一旦我们说有合适的机会也是非常想回来 这里毕竟有真实的教师 有老师 还有我们新加坡的同学 在过去一年多多是通过网友见面的形式 回到这边也是能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新国大商学院学校的这个氛围 同学们的热情 这也是非常有意义和值得的事情 我们上了第一门课是公司法 坦白讲因为我是理工科的背景 对公司法的法律其实并没有太多的理论基础吧 所以从四天的课程下来 应该说还是说学到了非常扎实的关于公司法 以及相关的法律知识的一些积累吧 那么另外就是说在这个课堂上非常让我印象深刻的一点是 我们班上有很多学法律的同学 做投资的同学 他们在课当中非常活跃地跟老师就一些法条 一些中国内地香港新加坡等等不同公司法处理案例的一些情况的讨论 那这些虚体案例的讨论和细节的展开 其实也让我能够更从另外的程度更加深刻地理解这门课程的一些含义 我觉得现场上课积极地来听参与讨论 其实还是非常有更大的收获的 在国大上课这两天上课其实还是比较累的应该说 因为可能整个作息的安排和强度 跟我们本身的这个日常工作的模式还是有很大的差别 这里更接近一个比较浓的学术氛围和一些课程内容的安排 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 能够让我们从日常的这些事物中抽离出来 沉浸到这种作为一个学生的状态去学习 那我觉得这个虽然累 但是应该叫痛病快乐着吧 我这个第一次来到新加坡 然后来到新国大呢 我觉得一直到现在为止 心情还是非常非常的激动 很难平静下来 其实在过去多少年很少进大学课堂 繁重的这个商务活动 这个突然来到课堂啊 有一种难以言表的这个感动 在国内实际上是线上课程 那跟身临其境很难比较的 我觉得一旦有那么一线希望 可能一定要到课堂来上课 这个老师和同学的互动 还有更重要的是茶席的这半小时 其实同学之间的互动啊 也会收益费勤 那我们来这个新国大的课堂呢 主要是两门课程 一门呢是起义的可持续发展 起义治理和可持续发展 事实上这门课呢 对我们不光是初创公司 还是这个比较成熟的公司 非常非常的关键 在日常生活当中看似常理的事 但是在法条或者法理上 那是不可以的 所以我们上了这门课呢 我感觉从头到尾非常的专注 老师呢也真是这个专家 不光有丰富的理论 也是好多这个政府啊 各方面的顾问 所以实战能力也比较强 确实这门课的收益匪浅 那我现在正在上的这门课呢 是公司金融 我觉得这门课对我们来说 从估计长期关注的是中国国内 但是到了国大来上这个课呢 更多的饰演是从全球来看的 所以这个我觉得对我来说 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怎么把饰演从国内拓展到全球 这门课程非常重要 落地到了新加坡 第一站就到了国大 然后来参加了很紧张的 四天的一个课程的学习 感受其实还是很深刻的 因为从工作的这个氛围里 跳脱出来重新回到校园 感觉自己的心态年龄 然后以及经历 其实都是发生了非常不一样的感受的 好像国大里边有一种 很特殊的神奇的力量 让我们去心变得很平静 就是没有凡事的事事的那种繁杂 还是想要用心的 在这几天的有限的时间里边 把学知识和书要去把它读好 能有机会再次回到校园 实际上对我们的人生是一个再出发的一个新的里程碑一样的一个纪念的意义 能够亲自到新国大的校园里边来读书 确实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展示和体验 希望每一个初中在新国大读EMBA的同学 能够尽快地来到我们的学校校园里边 来认真地感受一下当学生的感受和机会 春年的花开 秋年的风影 最冬天的模样 犹豫的青春 年少的我曾经不值得这么想 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运 年年的悠壮 风华雪月的诗句里 都在年年的成长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 改变了五个人 就在那多愁伤感而初次等待的青春 啦啦啦...